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各位 如何用電腦版開啟Into的CC字幕 首先你要點你要看的影片 先把它點進去 啊你看在右下角有一個字幕 有五個吧 這邊有一個字幕 點下去 字幕就跑出來了 啊如果不想要再把不想要字幕 你就把它還在按自己 還是不見 啊除了開啟字幕 還有一個希望可以設定 設定不字幕大器 你給每一個設定裡面有沒有 有一個字幕 有上角一個選項 那邊有一個字幕大小 可以放在這裡 要小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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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差不多 啊字幕也可以用 鍵盤開啟 鍵盤按C 它也會開啟 按C它也會跑啟 它再按一次它會關掉 安卓手機要有什麼小YouTube 直播大小 首先到安卓手機的設定裡面 搜尋 字幕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什麼管理字幕設定 進去之後會看到 看到很多選項 看文字大小啊 齁 字幕樣式啊 自己去設定 這邊可以去設定 現在要介紹的是iPhone版的 YouTube 要如何開啟 CC字幕 首先先開啟YouTube APP 然後你在影片這邊有沒有 隨便挑一個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它右上角 點一下 有三個點有沒有 再點一下 它有一個字幕 CC字幕在第二個 點一下 按中文 開啟 它就開啟 這樣字幕就開啟 真的我開APP看走多少 今天要介紹一款APP 可以動動 好 再來介紹那個 如何 讓字 可以改變字幕大小的 設定 在這邊 設定裡面有沒有 然後 補班 補班裡面 補助使用 補助使用 補助使用下面有一個 下面有一個字幕 以及隱藏字幕 剪下去 樣式 點一下 看你要什麼字 自己設定 大 大字 傳統 中型 或樣式 或有新的樣式 你自己設定 字體可以改 看一下什麼字 就自己改 大小可以調 超大 正常是這樣子 你要看直的大概 超大 然後顏色也可以調 看一下什麼顏色 自己調 就是這樣子 這個都可以自己設定 好 謝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 你記得右下角按訂閱 謝謝